男人想长寿 坚持六个八 上你七十没病 八十不老 男性的普遍寿命和女性普遍寿命相比 相对偏短 关于男性寿命为什么普遍低于女性这个话题 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其实 在小编认为 很多男性朋友的饮食普遍存在有不科学的情况 同时 男性朋友的在遇到抑郁 难过的事情时 不懂得排解 而导致身体状态 反而不如女性朋友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 男性健康与长寿的相关问题 一起来看看吧 男人想长寿 坚持六个八 男性朋友想要长寿 就要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有所改变 有所坚持 同时要懂得调和自己的心理状态 下面我们来看看 男性朋友养护健康 都有哪些需要坚持的 一 日行八千步 很多中年男性朋友 工作应酬多 大多数上班的时间 都是在办公室做住的 运动量大大减少 男性朋友 想要长寿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运动方式上 大家可以不用选择运动强度特别大的 步行就是一种非常轻松健康的运动方式 坚持一周有四天 日行八千步 健康将伴随你二 三餐八分保男性朋友 尤其是身体器官开始衰退的中年男性朋友 饮食的保养尤为重要 大家在饮食上 除了饮食配比药健康 主食粗细搭配 蔬果为主 瘦食为辅 同时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每餐只吃八分保 总是吃得太称 不仅危害肠胃健康 更会使人短瘦 三 每天八杯水人体70%以上 是由水组成的 人可以一周不吃饭 却不可一周不饮水 每天坚持饮用八杯水 可加快身体新陈代谢 帮助身体内废物 毒素的排出 更可有效养护肾脏健康 延眠易受 四 夜眠八小时睡眠健康问题 是很多中年男性朋友 甚至是年轻的朋友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睡眠是一种人体自我修复的过程 有研究显示 长期拥有良好睡眠的人群 疾病最少 寿命相对较长 现代很多人亚健康 主要的原因 就是睡眠不足 五 健体八段颈男性朋友们 没事的时候 可以做一做养生健体的八段颈 方法是 早晨起床的时候 盘腿端坐在床上 先后吃十次 然后吐顾纳心 进行深度呼吸 然后用我们的双手 对脚心 肚脐 腰间 颜部 耳部 进行按揉 最后用木树抒发 活络血管 六 每天喝养心八真汤 男性朋友想要获得真正的健康和长寿 最重要的就是要喝这养心八真汤了 这八真汤有八味药 那就是爱心一片 好心长二寸 正气三分 宽容四前 孝顺 常想 老实适量 奉献不拘 回报不求 其实 喜乐的心是良药 真正的健康 还是需要我们有宽容豁达的心 男人健康 九成靠自己 很多男性不注重保健 生病知道吃药 但却不知道防病 俗话说得好 病多不是因为钱多 是因为保健知识不多 像很多疾病 例如高血糖 高血压 糖尿病 都是膳食不合理 运动太少 酗酒抽烟导致的